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视频让我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小米12 Pro的方方面面 相信会对你了解这个产品有所帮助 在拿到小米12 Pro之前看到第一版爆料的渲染图 当时说实话是有点失望的 所以在我开箱小米12 Pro的时候 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 打开一看 先来说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吧 如果从背部摄像头某组的形状上来看 你可以说小米12 Pro的辨识度确实没那么高 但这次小米12 Pro的背部设计 真的是比上一代好看太多了吧 同意的朋友们请打个一 确实是好看太多了 尤其是背部摄像头这几道线条勾勒 真的有点那味儿 翻过来看看正面 小米12 Pro的挖孔从上一代的左上角挪到了中间 我对这点倒没啥感觉 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左上角呢 还是喜欢中间挖孔呢 手机正面依旧采用了微曲面的设计 手感不错 边缘也没有那么明显的滤边和色散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小米12 Pro的R角还是不太自然 上面相比于小米11 Pro会好一些 但下面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总结一下小米12 Pro的外观设计 2808克的重量 8.16毫米的厚度 搭配这个背部设计 我认为今年的小米12 Pro的设计 能让更多消费者接受 在我心目中是要明显好于小米的上一代产品 点亮屏幕 我们先来聊聊这块屏幕的体验 小米12 Pro的屏幕依旧来自于三星 参数如下我就不念了 这块屏幕的观感真的很不错 在大角度的时候呢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偏红现象 屏幕方面 我关心的除了显示效果 自然会有高刷新率这一块 小米也宣称啊 他们率先在安卓手机上实现了滑动变速 收放自如 不过高刷体验这方面 除了屏幕硬件上的支持 软件的配合也极其关键 小米做的怎么样呢 进入设置 显示 找到屏幕刷新率这个选项 在里面有智能和自定义这两个选择 智能模式的表现 在过去一年内 我们都很熟悉了 如果你对于高刷要求比较高的话 建议大家不要用 这个模式下 基本上除了系统应用和过度动画 都锁了60帧 但这次小米还给了一个自定义模式 这个模式基本可以总结为 你们今天挑是吧 那行 我跑马了 你们别说我续航不好 而且在这个模式下 你还能够选择90或者120 也就是说 如果你需要一个明显比60赫兹更流畅 还不想那么费电的中间项 那90赫兹就是个非常好的甜蜜点 而且小米的高刷心率策略很有意思 在自定义模式下 首先得说 小米的高刷调度要明显比智能模式下更好 像我常用的B站 微博 微信什么的 都能拉买120 常用软件里 锁针的也就是地图的软件和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了 这些应用还是被锁在了60帧 90赫兹和120赫兹情况是一样的 有一次事来了 如果去设置更多设置 开发的选项 下滑在里面找到一个极致模式 这个时候小米12 Pro在刚刚测试的所有应用率 就全都是拉满的了 无论是地图软件 还是腾讯爱奇艺啥的 都不在所振 并且在这个自定义模式下 LTPO还是在工作的 当你停在一个界面不滑动时 刷新率很快也会下调 以此来继承电量 总之 我觉得小米今年的高刷体验 是要比上一代更好的 一是因为加入了LTPO 另一个原因 是我常用的软件基本都不所真了 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拉满 小米也给了你这个开关 如果你对高刷体验要求真的不高 那你就用官方的智能模式吧 反正你要求不高 就更省电 如果你对高刷体验要求很高 你就去自定100 想省点电就90 觉得无所谓 那就120 高刷模式下有LTPO 现在这个方案称不上完美 但可以算是比较好的平衡了 普通消费者和数码爱好者的一个方案 那接下来就该聊了相机了 相机这部分 大家知道我 我真的很不喜欢拿这张张放大缩小 所以在这里先给大家看看 我们最近拍的一些样张 各位感受一下色彩和夜景 接下来的重点 还是要放在小米的拍照体验 和没有长焦这两件事上 小米今年也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把拍照体验的优先级记得非常的高 这个思路我是认可的 因为大部分用手机拍摄 本来就不是什么严肃创作 在能拍到的基础上 尽可能拍好 要比只注重拍好更加重要 小米这次的相机拍照体验 我绝对可以给好评 在不激活HDR的情况下 真的是秒成片 按下快门就成片 大家感受一下 非常的快 哪怕是激活了自动HDR 小米的成片速度也很快 并且预览速度也很快 再加上取景框的分辨率和清晰度都不错 而且预览和成片也不会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认为小米在拍照体验上的提升 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那接下来 我们聊聊没有长焦这个事 刚开始我听到小米12 Pro 三哥摄像头的参数时 还挺开心的 5000万主摄 肯定不是凑数的 5000万超广角 肯定也不是凑数的 5000万人像镜头 肯定也不是凑数的 接下来呢 小米12 Pro这次确实没有大于两倍的长焦了 所以我着重体验了一下小米12 Pro的长焦表现 这款产品的长焦 基本上采用了这样一个调用策略 在拍摄相对更近的物体时 手机会采用主摄裁剂的方法 但一旦拍摄比较远的物体时 会采用原生人像镜头的策略 这个策略确实要比iPhone 13 Pro系列的调用更加合理 从实际效果来看小米的长焦也就和苹果的差不多 也就是说日常只要光线不是很暗 然后你只需要3倍或者3.5倍的变焦 那小米12 Pro也是能够满足的需求的 但你要是指望小米12 Pro的长焦能打上一代的5倍光变 那我觉得肯定是做不到的 这对我来说依旧是一个难以释怀的遗憾 我问了一下小米的工程师 他们为什么不加长焦了 原因有两点 第一是确实放不下 重量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第二个原因是根据他们的调研 发现用户其实更喜欢两倍的人像镜头 没有那么多人喜欢更大倍率的长焦 这点和我确实是有不同 在这里也问一下大家 各位喜欢长焦镜头吗 你们觉得长焦镜头有必要吗 OK那前面说完了设计屏幕和相机 接下来让我们好好聊聊系统性能和续航吧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现在得打个补丁 目前我所得出的体验测试的数据 都是根据现在这个MIUI13.0.10得到的 这很可能不是最终上市的版本 也很可能这期视频发了没多久就大更新了 小米12 Pro的体验我们肯定会长期跟踪 如果有很大变化的话 欢迎大家随时投稿 我们也会及时更新 OK正式开始 MIUI12可以说是让小米在线上的口碑大伤 虽然后面小米推出了MIUI12.5增强版 但依旧没有出现力网狂澜的效果 所以小米急需一次大更新 来挽回MIUI这个金字招牌的口碑 刚刚拿到手机的时候 我大概玩了玩 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 这真的是大更新吗 刚开始确实有这种感觉 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MIUI12.5的界面 这是MIUI13的界面 小米对于UI的改变微乎其微 比较明显的变化在于负一品 MIUI13多了一些牛元素 不过我不认为这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对你把IOS15和IOS14放在一起 你也看不出啥区别 MIUI现在的问题不是UI怎么了 而是能否做到小米宣称的快和更稳 首先得说 在我这段把它当作主力机的日子 我并没有遇到什么可复现的或者高频的bug 我甜一周下来 我认为稳定性是没有什么明显问题的 当然了 我再强调一下 小米用户的基础很大 我个人的使用场景也没有那么复杂 我并没有办法保证所有人都不会遇到bug 在快这里 也就是流畅性 MIUI13目前的表现如何呢 高刷部分前面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 这点好评 在我使用的过程中 我认为流畅性这方面 小米还是有点加强 说到底 还是有一些小哈顿小叫针 比如 偶尔切换应用会有虚微的小叫针 这个视频你很难拍出来 但是你真正用的时候确实能感受到 另一个场景就是切换全屏用时 大家感受一下 再比如超级壁纸依旧不够顺滑等等 总之第一版还未上市的MIUI13的流畅性 我确实很难说满意 这个还是给媒体的版本 不是正式上市的版本 还有一段时间 我希望小米能够优化好 接下来说点题外话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我用的都是iPhone13 Pro Max 换到小米以后 有些小想法 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用惯了苹果 我都忘了安卓上原来有这么多人性化的操作了 讯非语音输入 不用跳转界面 第三双输入法 不会动不动就闪推卡一下 NFC在小米12 Pro上的用处更大 我把小区的门禁卡 模拟到手机上 这样我出门时就少带张卡 小窗模式能让我很多时候干两件事 而不需要在两个APP中反复横跳 就我觉得 安卓上真的有很多点 也值得大家好好捶一捶 而不是苹果做什么 都是人文主义关怀 安卓做什么 都是华丽苦少 OK 抽远了 我们试会小米12 Pro 接下来是性能表现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看了 大米 极客湾 对于骁龙8斤1的测试 包括第一批摩托机型的视频 今年对于安卓之音来说 依旧是压力山大的意义 小米作为下游生产商 在这种情况下 能做什么 我们还是做了三款游戏的测试 室温29度 网者人要最高画质 打开超高帧率 小米12 Pro 半小时下来 平均帧率119.3 机身最高温度43.2度 游戏过程十分流畅 可以说毫无压力 和平经 HDR高清 帧数极限 半小时下来 平均帧率58 机身最高温度42度 表现也不错 但这些都是中低负荷的游戏 那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原神 最高画质下 小米12 Pro的渲染分辨率 还不到640p 应该是小米降低了分辨率 来减小压力 众所周知 原神的不同环境 负载差距很大 我们测试原神的标准一下 这里有跑图 有打怪 还有负载比较高的离乐杠 算是尽可能复原 真实用户的熊场景吧 那按照我们的测试标准 半小时下来 小米12 Pro的平均帧率 为52.1 机身最高温度是45.2度 这个游戏表现 大家还满意吗 其实这个结果 是符合我们之前预期的 小米并没有像摩托罗拉那样 撒花的跑 中复载游戏 积极控制核心的工作情况 那到了原神 这种高负载游戏 就只能降低渲染分辨率 以减小发热和功耗 在骁龙8G1这个大背景下 小米的策略 大概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续航和充电 我没有做标准的续航测试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小白的数据库 他会给出一个 有控制变量的排名 我还是更喜欢 在实际的使用场景中 去分享体验 我对于手机的需求很简单 每天基本就是 微博 微信 币站 及三个用 在我工作室的光照环境下 手机的自动量度 会调整在六成左右 手机屏幕的参数 我是直接拉满的 2K加1.2 因为我愿意 为了更好的体验 去吸尘续航 我日常使用的时候 肯定查卡 然后连接WiFi 在这种使用环境下 小米12 Pro的亮屏时间 大概在4个小时左右 在我使用的一周里 成就浮动 但是大差不差 而且我发现 不查卡对于续航的影响 还是挺大的 第一天不查卡在工作室 只连接WiFi 我用下来 手机亮屏时间是 4小时41分钟 电量还剩19% 以后我肯定就查卡了 第二天 查卡亮屏 在3小时16分钟的时候 声音电量就只有21%了 第三天 查卡亮屏 剩余电量9% 所以基本上 以我的使用强度和使用习惯 小米12 Pro的亮屏时间 就在4个小时左右 这个成绩 我认为是值得参考的 这个成绩 大家回去了如何 我觉得如果你是像我这样 全部拉满的用户 这个成绩 确实很容易有焦虑 出门在外的话 我可能会建议你把分辨率和刷新率 调低一点 与这个续航成绩 所搭配的 就是小米一套非常变态的充电配置 120瓦有线快充 搭配澎派PE 外加50瓦无线快充 你出门在外的话 小米12 Pro的续航 可能没有那么稳 但只要你身边有这套充电组合 相信我 你绝对不会担心续航的 打开急速充电功能后 大家可以猜猜 在5分钟的时间里 小米12 Pro 4600毫升的电池 能从9%充到多少呢 大家弹幕前走一波 OK 公布答案 充到了41% 仅仅5分钟 就充了32% 这个成绩 我觉得非常夸张 18分钟 基本是能从关机到完全充满 小米这套充电组合是真的没得黑 所以我建议啊 这款手机的用户呢 出门都带着原装充电器吧 能比充电宝疏不少 OK 外观屏幕 相机系统 续航等等都说完了 差不多可以总结了 在小米12 Pro上 你能够看到小米 想做出一款好用手机的诚意 屏幕基本拉满了 充电依旧很强 小米也听取了过去一年里 用户的反馈 显著提升了拍照体验 这些都是在小米12 Pro这款产品上 你能看到的小米的代表 对于之前的小米手机 其实做到以上这些 就已经非常优秀了 不过小米的目标 已经不止于此了 高端市场 是小米在未来几年里 想拿下的阵地 小米10是很成功的一代 小米11则争议很大 市面上第一波新旗舰 还未全部上市 目前去判断小米12系列的 口碑和表现 真的还为时过早 但可以肯定的是 小米依旧需要在品牌形象 产品差异 和技术壁垒等等方面 继续提高 在小米12系列上 坏消息是 受限于高通的发挥 给小米12 Pro 带来了一些 小米本身非常难以 克服的困难 比如续航和功耗 好消息是 虽然过去的一年 有这么多波折 那小米12 Pro 确实是朝着我 上述这个方向去做的 OK 那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看完视频以后 觉得如何呢 你能给小米12 Pro 这款产品打几分呢 那如果你觉得 本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请一定要点赞评论 如果可以的话 在下关注 大家的支持 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我是HIK 祝你好运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